大家好 这节课呢 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在ES6当中 函数的参数 有哪些新的特性 其实对于函数的参数 大家一定并不陌生 对吧 我们先举例子 然后呢 再讲一下ES6当中 有哪些新的方式 我们先建一个文件 叫做2-6.js 然后呢 在ES6当中 先把它引入进来 大家还记得在ES5当中 如何定义一个函数吗 很简单吧 文件词叫做function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FO 假设它有两个参数 X和Y OK 这两个X和Y 我们是不是叫做 函数的形参 形式上的参数 对吧 比如说 当我定义FO的时候 我可能传递一定的参数 但是呢 X和Y 我可能有时候 只传递一个参数 假设我只传递一个第一个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 你好 那这样让大家看 这时候呢 Hanlou对应的 是不是应该是X 那Y怎么办 Y没传 那现在对应的Y的值 是不是应该是 undefined 比如说我输出 X和Y 这两个参数的值 是不是Hanlou和undefined 但是这样也不好啊 比如说我的需求是这样 在ES5当中 比如说 如果我第二个参数传递 那么 你就以传递的为准 如果不传递呢 假设Y有个默认值 比如说就叫word Hanlou word嘛 你好世界 这个需求 在ES5当中 应该怎么做 朋友同学呢 可能这样写过 Y等于Y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叫做 逻辑或对不对 然后呢 word 逻辑或指的 是不是只要有一面是处 就是处 比如说 如果Y会给它传值 假设我传递一个moc 那这样的话 Y的值 是不是就是一个moc是处嘛 所以说Y取到的 是不是就是moc 是不是应该输出的 就是moc 这个很简单对吧 但是我可能是这样的输出 大家看啊 我传的可能并不是moc 假设我传递的是一个0 会怎么样 大家想一想 0在GS当中是处还是false 它是不是一个false 那如果是false的话 传到这边 Y是false 那么它取到的 是不是word 所以大家看 这时候输出的 X和Y的值是多少 是不是喊个word 但是我传递是个0啊 我希望你输出的 喊个0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种写法 在很多情况下 并不严谨 而且呢 我们还需要通过 各种各样的判断 去判断某个参数 到底是否存在 这个呢 其实相对来讲 比较麻烦 那在ES这样的 函数的参数呢 其实是可以设置默认值的 比如说还是刚才 同样的需求 然后呢 我的Y 可能有个默认值 大家看 X是必传的 Y呢 是有一个默认值 这个时候 其实当我再输出 X和Y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 比如说 我先传一个X 比如说 0X是必传的嘛 对吧 如果当前Y不传 那它是不是默认值 喊个word 那如果Y 比如说 我传进一个0呢 0虽然是false 但是大家看 是不是也是我想要的 含过0 这是正确的 当然这个语法呢 在前面 我们也演示过 这个其实就是ES6 对于参数默认值的写法 其实这种的好处有很多 从来代码是比较简洁的 我不需要像上面一样 去判断 每个参数到底是否存在 然后呢 不存在 这是默认值 这是好处之一 代码简洁 另外还有什么 当我们就封装一个函数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函数的作用 是可以被多次调用的 我们会把某一个代码段 多次调用代码段呢 单独的封装成一个函数 这样的话 当别人看到 如果我的函数的参数上面 有默认值的话 是不是对于阅读代码的人 是非常友好的 他呢可以很快的意识到 哪些参数是必传的 哪些参数是可以省略掉的 这是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呢 其实非常利于 以后代码的一些优化 比方说 以后代码对于参数 可能讲一些优化或者精简 那哪些参数是可以精简掉的 如果你这边有默认值 就说明 这个参数 有可能是可以被拿掉的 对吧 它可能并不会影响 下面代码的一些运行 这个其实都是 函数默认参数 给我们代表的好处 除此之外呢 对于函数参数的默认值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细节 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大家看 比如说我默认值 S5 相当于这个函数 只有一个参数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调用FO 我不传奇参数 问题就是5嘛 比如说大家看 如果我在函数里面 比如说有一些叶共逻辑 然后我又定一个变量 比如说另一个X 这时候 又定一个同名的叫做X 这样可不可以呢 大家得一看 有没有发现 左边会报错 报什么错 是不是X已经被声明过 所以说大家注意 参数变量 相当于是默认声明的 所以说你不能再 比如说你用IT 或者Cons再声明 我们剩下Cons 比如说我Cons的一个X 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 把这个注释的 其实错误是一样的 我这边刷新一下 大家看一下 对应的错误信息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X已经被声明过 所以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点 函数内部 对于参数同名的 这样的变量 你不能够再次声明 这是一个细节 我们需要注意 另外一个细节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还是参数可能有多个 假设这样 比如说有一个X 然后我又定一个参数 还叫X 比如说还有个Y 比如说对应的值是5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 对于我的函数的参数的名称 是不是有重复的 我保存以后 大家可以看这边 小心 会有什么错 参数的名称 是不是有冲突 所以注意 对于函数的参数 默认值的时候 那么参数的名称 是不能够有重名的 这个细节 我们也要注意 大家再看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我还是进行一个方法 把这里面注意到 大家看 比如说我现在 还有三个参数 X Y 和Z 但是呢 我现在把默认值 放在了 比如说Y 有一个默认值 大家注意 Y是不是其中的 第二个参数 在它后面 是不是还有其他参数 这个时候 大家仔细看 这边是没有包错 对不对 但是你看 如果我传递的时候 比如说 X我传个1 Y呢 我传个2 Z我传个3 这时候呢 我在函数里面 输出X Y和Z 对应值 是不是应该就是1加3 这个很简单 但是假设我这样 Y不是有默认值吗 那我Y可不可以不传啊 大家想一想 Y这个参数 是不是中间的第二个参数 那如果不传 我应该怎么写呢 你觉得这么写可以吗 大家看 两个参数情况下 搭上这边 是不是1 3很安理犯的 相当于这个3 是不是复值点的Y 但是Z没复值 然后呢 相当于是安理犯的 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有同学说 那这样 你写个空的行不行 保存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语法都包错 这个语法都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还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说 参数的默认值 一定要放在参数的最后面 比如说 如果我Y是默认值 那你就把Y放在最后一个 再上 Y放最后一个 这个时候呢 其实 我们传奇参数的时候 比如说 1 2 3 1对应X 2对应Z 3对应Y 但如果3不传呢 这时候 1是不是就是X 2就是Z 对吧 Y默认值就是5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默认参数的位置 一定要放在参数的后面 因为当我们调用的时候 这个十三个行参 它们之间 是不是通过顺序 去一一对应的 这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呢 我们是要讲 第一个 就是关于参数的默认值的一些用法 关于刚才我所强调的一些细节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 与解构负值的结合 其实这个方式之前我们也讲过 我们再复习一下 比如说 我建议一个方法 叫做FO 然后呢 参数可能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两个值 分别是和X和Y 然后呢 Y有个默认值是5 这时候 我还是同样的 在这边输出X和Y 这样的话 当我调用FO的时候 那么 比方说 大家看 我如果第一种情况 我传了一个空对象 那这时候X和Y值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 andefined和5 因为X没复值是andefined Y的默认值是5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大家猜猜看 我如果在用调用它的时候 我传递了一个值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X 是1 那这时候 是不是应该说出1和5 因为这边的对象 这边的对象 它进行了参数的解构复值 那如果我这边还有个Y呢 比如说Y是2 那么 如果我传递的话 是不是以我传递的为准 这两个值 是不是应该就是1和2 大成左边 1和2 那如果我这样呢 大家再看 比如说 我就写个FO 我没传递参数 什么都没传 会怎么样呢 大家自己看结果 有没有发现 左边报错 什么错 Can not read the property of undefined 所以呢 当结构复值的时候 这两边的结构的形式 是不是应该是完全匹配成的 这个细节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在我们讲 结构复值的时候 其实也讲过相似的例子 大家再看 比如说 其实有一些需求可能是这样的 比方说 我们后面可能 大家会用到一些 阿甲克斯的方式 比方说 我写个函数的名字 就叫 阿甲克斯 阿甲克斯 然后呢 这个方法的作用 可能就是用于 发送一个 阿甲克斯的请求 当然怎么发送 我们也不关心 我们现在重点是 关于参数的 这样的配置 大家看 比方说 对于如果发送 阿甲克斯请求的话 那么一般情况下 URL digit 应该都是 必须的 但是除了它以外 比如说 当前你的方法 有没有body这样的参数 然后是get的 还是post的 还是什么put 还是delete它 Headers里面有没有配置值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 作为可变的 或者说是 可配置的参数 传递进去 所以大家看 这里面可以怎么写 第一个参数 URL 第二个参数 它可能是一个对象 注意 比上面更复杂 参数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 有些参数 比如说body 它默认值 可能是一个空中刀 然后第二个参数 比如说叫做message 这个参数的作用 可能是能适用来配置 当前我这个方法 到底是get 还是post 还是put 还是delete 等等是哪个方法 对吧 message 第三个 是不是你可能 有时候需要配置一些headers 像头部的一些参数 这时候 headers一般也是个对象 对吧 大家注意 这时候第二个参数 只是一个对象 但是它是不是并没有默认值 比方说 第二个参数 如果你不传 我们说是惰性的 如果你不传 那么你的默认值 我给它附成一个空对象 这样的话 比如说 我在这边输出 比如说输出一个message 这个参数比前面我们的例子复杂一些 第一个是个url地址 第二个是个对象 对象里面具有一些默认值 同时 它是不是也等于一个空对象 这时候大家看 比如说我将用rdx 然后 比方说我这边一个地址 http 毛号 写杠写杠 3w.imoc.com 保存 然后这边 是不是都能够获取到 对应的get 那如果比如说 我这边传值了 大家看 如果传一个就像 这时候 比如说我第二个参数 传一个参数 比如说传一个method 然后呢 它对应的值 比方说是post 这时候大家看 接着到参数 是不是就能够得到 对应的post 所以说 这种方式 其实在ES6 第一函数的时候 使用的特别多 叫做函数的默认参数 并且呢 它很多时候 都会与解构复值 相结合去使用 这样的话呢 代码其实可读性更强 然后代码以后 更加的简洁 我们再看下一个 Mans属性的长度 其实Mans属性的长度 是返回函数参数的个数的 但是我们看 它返回的个数 到底是哪些个数 大家可以看哦 Function Fo 然后呢 比方说两个参数 S和Y 我输出 S和Y 然后呢 我在这边 打印出 FoO的 长度 大注意是 函数的强度 我们看一看 这个S 能够返回什么值 你看哦 返回2 2是谁 比如说我再加一个参数 比如说有个 Z 来看这个参数 3 说明它是不是返回 参数的个数 但是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 我Z有个默认值 加上一个3 这时候再看 Lans的有多少 我们发现 这时候 Lans的返回值是2 这时候好像说明 Lans返回的并不是 整个参数的个数 对不对 我们再看 比方说 Y我复制一个2 这种Lans的多少 它其实会变成1 那如果Y 有默认值以后 如果X也有呢 大家看 这种Lans的负多少 你发现 是0 所以大家有能猜到 Lans的主性的作用吗 它其实是返回 没有指定 默认值的 这样参数的个数 大家看 这时候 我是不是三个都有指定 没有指定默认值 这参数的个数是几 是0 所以说是0 所以说大家注意 Lans能够获取到 几数当中 没有指定 默认值的参数的个数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下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 参数的作用域 其实在几数的参数当中 一旦设置了 参数的默认值 那么参数 就会形成一个 单独的作用域 这种语法的方式呢 其实在不设置 默认参数的时候 是不会出现的 什么意思呢 这取例子 关于这个参数的 这个作用域啊 其实大家真的要仔细看 比方说我进行几数 叫做FO 然后呢 它外面 write x等于1 这个x是不是相当于 是一个全局的 对吧 然后呢 FO 比如说是这个x y等于x 我这边输出 y的值 比如说我在调用FO的时候 我传递一个参数 比如说传递一个2 大家仔细看哦 2对应的这是谁 是不是应该是这里面的x 那我把x 负给y以后 我想问的是 这个y的值是几 其实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这个y取到的值 到底是传进来这个2的值 还是全局上面这个1的值 大家觉得我们想问的 是不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答案哦 其实得到的是2 答案是2 为什么是2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这个代码当中 其实参数y的默认值 是不是等于x 当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相当于它的参数呢 形成一个这样单独的 一个作用域 在这个作用域里面 其实这里面的x 指向的是 当前他这个作用域里面的x 那你说这个x值的是谁 是不是我这里面的2 而不是全局最外面的一个1 所以说当y取值的时候 现在当前他的一个作用域 去找 是不是找到一个x2 所以说2负给y y除的值是不是一个2 大家再看 对于这个例子 我再进行一下改造 大家再看 比方说我现在这样 我呢这句话不要 然后呢在这边 比如说定一个x2 i除除y 这边呢比如说参数我就不出 大家注意看哦 我这边是不是没传参数 那么这边y等于x 它应该取得谁呢 当时朋友说 刚才不是说 Let定义的变量不能够重复吗 大家想一想 这个x这个变量算是重复生命吗 它是不是相当于是全局的x 而这个x2 是不是当前作用于那一个局部的变量 x 它俩呢并不会冲突 问大家 y的值应该是多少 有答案了吗 是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1是不是 大家想答案是1 为什么这个答案是1呢 大家看啊 当我的函数这个fo 在定乎的时候 刚才我说过 y等于x在参数里面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单独的作用率 但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作用率里面 其实x是并没有定义的 那怎么办 它是不是沿着作用于链 大家注意 作用于链是不是像一个链条一样 一层一层往外面去找 所以说在当前作用于内 没找到 那么它就沿着作用于链 去外面的作用率当中去找 找到谁 是不是找到了全局变量 x等于1 这时候 当我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把x这个1的值 负给y 所以说y等于1 注意 中链是往外面找 它不会说是往里面找的 这个x等于2这个值 函数内部的这个x呢 它不会影响到参数这个默认值 所以说y的值是1 这两个例子很相似 我相信通过我的讲解 你应该都能听得懂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假设还是这个例子 fo 然后呢 参数还是y等于x 注意 这个时候我在全局里面 没有定义x 我在局部定义一个x等2 我还是输出这个y的值 当然我这个fo呢 我也需要去交用一下 我想问的是 现在输出的y的值 又会是几 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先不看答案 我们说这个参数是不是会形成一个作用域 在作用域内 y等于x 这个作用域内有x的值吗 你发现并没有 那么它是不是应该沿着作用域链 去外面的作用域当中去找 外面有x吗 上一个例子当中 我是不是定义一个全局x 但这个例子当中是没有全局x 那你觉得会怎么样 会不会报错呢 是不是报一个错误 x is not defined 是不是x的未定义 相信通过这几个小例子的学习 大家已经对函数参数 所形成这样的一个作用域 永远一定了解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质值点 叫做函数的内部属性 注意是函数内部属性 不是参数 什么叫函数内部属性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我定一个方法叫做fo 然后我就直接输出fo.name属性 大家看其实名字就是fo 这个很简单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怎么特别呢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我现在直接通过new function 定一个方法 但是我这方法没有名字 我直接在这边去点R name属性 然后我就直接输出 注意这个方法是不是并没有名字 现在我直接拥一个大方神 输出它的name 那你说应该是什么呢 前面是不是都没有名字 大算输出值 会出一个特殊值是一个这样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其实翻译过来叫做匿名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函数确实没有名字 对不对 所以说它会返回一个这样的匿名的函数 OK这样一个单词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点 比如说大家之前是否用过一个方法就做bund bund的作用其实是可以改变这次指向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这样 大家看 fo.bund bund这个方法其实并不会马上执行 相当于是我在里面输出一句 比如说123保存 你会发现这边根本就没有执行 相当于是bund的方法并不会执行我们的fo 但是它可以改变它这次指向 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 对象 name比如说线程 注意 这时候我输出这个this 当然bund并不会执行 所以说我这边可能需要加一个括号 再把它执行 我们先说一下bund的作用 大家注意 这时候的this输出的是不是 我当前指定的对象 所以说对于bund的这个方法来说 它的这个第一个参数 指的是当我调用方法的时候 我希望方法里面的this指向谁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参数 作为bund的参数传进去 这时候的this指向就是bund后面这样一个对象 那如果你说我这里面还有参数 比如说有一个s 有一个y 怎么写 那么这个参数 直接在这个后面写就行了 比如说一个1 一个2 那我在这边输出一个s 和y 大家是不是就能取得1和2 当然1和2在这边传递也可以 或者说我们直接在这传递 在第二个括号就传递 第一个括号只是bund 改变它的指向 第二个括号我们可以用它传递 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结果 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bund的作用 但是我现在假设 我就想上这参数 我直接输出 foo.bund 然后比如说我闯空虑项 点name 大家看这个时候 其实它的name属性 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指 大家可以看 你会发现多这样一个词 叫做bund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当前你的方法 是用bund 改变它的指向 那么它的name属性 其实就会自带一个 这样的一个单词 然后后面 才是我们当前的方法 真正的那个名字 这个要注意 如果这样 大家看 我们上面是不是 你有大方神 然后可以输出这样一个 命名这样一个字 那有时候它会这样的 比如说 我直接输出吧 输出什么呢 方法 然后在这边 点 bund 我输出它的name 刚才我们说 bund会不会有个bund 这样的词 对吧 然后函数名称 但注意 我这个函数 是不是又没有名字 那怎么办呢 没有名字 你觉得取得什么 它其实只有一个bund 然后这边 是不是只有一个bund 对吧 所以呢 这节课 其实我们讲的很多 都是关于函数参数的一些使用 第一个 我们讲解了 对于ES就当的函数 可以设置于一些默认值 它的好处是很多 比方说 这种代码更加简洁 代码可动性更强 以后代码升级的时候 也比较好维护 大家一定要注意 当我们以后在自己定义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好 这个方法内部的哪些参数 是有默认值的 那我们一定要显示的 给它设置一个默认值 在它声明的地方 第二个呢 与结构复制相结合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代码也是更简洁 两个二次主性 返回当前函数当中的参数里面 没有复出实质的 这样参数的个数 注意 这个其实比较重要 因为相当于是 当我们在函数的参数里面 如果设定了默认值 那么函数的参数 相当于形成一个 小这样一个综预 对吧 然后呢 它其实符合我们综预链 这样的原则 它首先找一个值的时候 先在当前综预链 看是否能找到 如果找不到呢 再沿着当前综预链 向外面一层一层的去找 注意 向外面找 它不会向函数里面去找 这个我们刚才举个例子 然后函数的这个属性呢 其实能够返回函数的 这样一个默认值 当然它有些小的细节 当然我们也演示过 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需要了解的 在ES6当中 关于函数参数的一些用法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节课再见 大家加油吧